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尤其是学生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为了协助校园防疫 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与担任内湖警友会主任 同时也是鸿鸣建设董事长陈启鸿 共同募集了一批酒精擦手指 亲自分送到丽山国小丽山国中 西湖国小与西湖国中 协助师生做好日常防疫工作 减少病毒威胁 现在校园防疫工作非常重要 非常紧急 台北市的学生 高中以下已经超过一万人确诊 确实校园的防疫非常的重要 很多家长学生也很紧张 我的办公室跟启鸣董事长这边也合作 捐赠给校园 包括我们国中小这些酒精棉片 这个酒精棉片是有75%的酒精棉片 然后可以消毒使用 比如说我常常自己都会随身携带 那这个不论说你消毒使用 比如说要吃饭前 碗筷都可以擦 然后手部也可以消毒 甚至我去盯来录影的时候 我也都先拿一包桌面先擦一下 那包括麦克风 这个都可以先消毒 做好消毒是我们防疫的第一个工作 第一个动作要先做好 做好消毒最重要 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防疫 度过这个最关键的时刻 不只要口罩戴好 跟人群接触 有密集 有亲密的接触 近距离交谈的时候 都可以消毒 我们的手 还有脸部 还有桌面 相关的器具 包括学生的你的 所用的 使用的这些 包括橡皮擦 铅笔 桌面 这些都可以消毒 所以我们送的这些 酒精棉布很重要 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使用 做好消毒 防疫最重要 因为我也是住在这个社区 那我想说小朋友很多 还没有打疫苗 那因为现在的部分 我们小朋友一定要以消毒为主 然后再来就是让自己 小朋友能都放心的上学 那散尽我们那个社会的责任 那就是尽点小心意 而收到这批防疫物资 学校与家长会也相当感谢 在现在这个疫情当道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防疫 怎么样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那我们社区有很多热心公益的人士 像我们的董事长还有我们的阿贤议员 那他常常来关心我们 也提供很多资源给我们 那今天特别感谢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拿到这样子这个食用级的这个酒精 能够让孩子们在平常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就可以来消毒他们的不管是食具 或者是他们的手 我想这对我们防疫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要赶快把这些防疫的物资发下去 来照顾我们孩子的健康 首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那个阿贤议作还有陈董 来那个栗珊国小捐赠这个防疫酒精棉片 尤其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刻 那真的是雪中送炭 那平常我们阿贤议员在台北市 为民众的服务 尤其在为港湖地区 很多的小朋友的一些照顾 学校的照顾 我们都点滴在心头 真的非常感谢阿贤议作 跟那个我们陈董 那个大方的这个爱心 让小朋友可以在防疫期间 有一个很好的保障 谢谢陈董 谢谢校长 校长也分别颁发感谢状 感谢市议员李明贤 与鸿鸣建设董事长陈启鸿 热心投入防疫工作 市议员李明贤也呼吁民众 随时做好个人的清洁消毒 注意生活上的细节 期盼大家都平安健康地 度过这波疫情 守护校园消毒防疫动起来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稍后 订阅 词